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5个冠军位列榜首 第二的是获得了18冠的米兰 第三则是17冠的巴萨 他们身后分别是白营 利物浦 阿甲克斯 尤文 国米 曼联 波尔图和马进 如果从周济杯获得总数来说 这些球队可以说是绝对的豪门球队 而这十支球队中 只有白营和曼联完成了俱乐部的全满冠 其他球队或多或少的都缺少一些关键 而黄马 巴萨 利物浦 国米和波尔图已经无法完成全满冠了 因为欧洲游胜者杯和周济杯已经不存在了 而米兰 阿甲克斯和尤文格还有阿甲俱乐部全满冠的可能性 或许有人不认可小编的说法 认为其中不少球队比如米兰 国米其实已经没落了 以后还怎么能成为豪门 事实上 上面的十支球队 都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而在这百年之中 这些球队都有过自己的辉煌历史 也都有过自己的灾纳期 而正是这种百年的浮沉 才让这些球队更有吸引力 更有气质 即便他们现在没落了 谁又能说他们不会在未来再度崛起呢